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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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首尼地鐵5號或9號線去羽宜島站 走到3號出口 經過地下通道就會連到IFC Mall IFC? 中華那個? 不是啊 原本IFC Mall和地鐵站有一小段距離 但因為有自動扶手電梯關係 所以實際走過去都不用花很多時間 噢 今次介紹的IFC Mall 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相繩 它位於首爾的科技媒體重� 羽宜島站上面 而進駐在IFC Mall的品牌 是以國際化品牌為主 亦都有加入不少韓國知名品牌 這裏真是幾似中環的 其實麥當勞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口味 所以來到韓國又少得去吃韓國口味的麥當勞 我們就買了兩個自己在韓國鮮油的餐 打開一個盒 賣相當一般 但吃下去就有辣味 所以我這些會吃辣的人來說都挺吸引的 但我就不行了 韓國的麥當勞有一個好處 就是每個人吃完東西之後 都會自動自覺地收拾自己的垃圾 而紙配紙盒和食證的東西都會分開放在垃圾桶裡面 當然我們都會收拾好自己的桌子才走 如果想去看電影的話 可以去地下三樓的CGV電影院 它是以倫敦Soulwood區的風格裝修 創造了獨特的氣氛 很值得去參觀一下 你還可以買本書坐下來看看 喝杯夜等入場 都幾舒服的 現在韓國已經進化到4D電影了 韓國的CGV電影院就搶先全球在電影院播放4D電影 韓國的4D電影除了有3D眼鏡之外 整個座椅都會隨著鏡頭或劇情移動 不只是這樣 還會噴水噴氣還有香味 就連座椅都會有痛感的機關 而且電影院的上方還有大型風扇閃光等等 看起來好像在電影場景一樣 不是吧有痛感的變態 很多國際品牌的店舖都可以在IFC Mall見到 所以就成為了一個國際融合的世界性購物中心 IFC Mall被人稱為韓國的華爾街 令羽翼島增添了新的活力 這裡可以是說為白嶺而設的購物好處 我個人覺得IFC Mall 是一個緣閒尚足的歐美 Memorial 很適合周末或好遊遊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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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vlog � stripped view 仔細觀察,每一段路都會有不同的驚奇 東大門有很多批發的商場 但也不能忘記吃東西 回到東大門,晚上走到腳仔累 當然是找一間cafe坐下來吃甜品 我們就點了一個超巨型的曲奇紅豆冰 真是看到都流口水 這間cafe平日是24小時開放 所以吸引了很多人去聊天 或者坐在這裡靜靜地上網 這裡又有得吃,又有free wifi 當然要上網看看附近還有什麼好走 東大門的夜晚,就會在大街呈現一個夜市 通常商場都是收四點多 最適合我們的夜鬼 如果香港都是這樣,那就好 又有吃的,又有賣東西的 真的怎麼走都不會悶的 來到了尾二的一天了 都是陰天,有時下雨 一早的招牌動作當然是 一起來第一時間去吃東西 我們就去了這間foodcafe 好美麗的蛋包飯 擠得好香的餃子 真的令我垂眼三尺 在韓國買東西,怎麼少退稅這個動作呢 你只需要很簡單的填一張收據就可以了 走的時候在機場記得去交 我發覺韓國的音樂盒 很多都是用kpop來做music的 來到了韓國這麼多日 基本上下足這麼多日雨 本身計劃了去樂園 或者一些特別的地方都沒有去到 換取了回來的 就是走多了不同的地方去買東西shopping 反而用多了時間去留意這裏的風土人情 這個代價都不錯呀 反正我都不玩機動遊戲的啦 嘻嘻 你怕咋 來到了韓國一個星期 我們買的戰利品都不少 雖然來一個星期幾乎整個星期都下雨 但都沒有了我們周圍去的兄弟 哈哈 在韓國的幾天 我們都會因為文化的差異而遇到好多趣事 雖然今次我們去的地方不算多 不過都好享受今次的旅程 我亦好期待下一次可以再來韓國玩 再發掘更多又好玩又好吃的東西給大家 奧迪遊記韓國篇就此圓滿結束啦 有機會再帶大家到處去啦 拜拜 拜拜 我所有人都會想要一下 我會想要一下 我的心會 我會想要一下 你當我會想要一下 我又想要一下 每天就能夠 我會想要一下 你心會熱起 誰會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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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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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你的錯 我們是平恢 誰會有錯 誰會有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